減股問盤 回到繼續問盤的時間 今天隔了半小時後 繼續有中微證券研究部的董事 Ruffy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上一節我們說了今天半年結和月結的情況 今年我們看到上半年 特朗普一聲就已經過了 這麼快到已經到了下半年 趁著這個時候 不如跟大家一起回顧一下 上半年的外圍 甚至內地發生的大事 如何影響經濟甚至港股的表現 從而看回這些因素 會否搬到繼續帶到下半年的情況 到底下半年的股市走勢如何 今次可以和Ruffy 你一起長談一下 我記得年初的時候 大家都仍在戴口罩 仍在想今年不知何時通關 不過很快消息已經說出來 我們很快就會通關 的確很快我們就在頭一季的時候 已經開了關 3月的時候基本上已經全面復償 但股市好像還有很多不明朗因素困擾著 因為剛剛正正3月份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外圍方面其實原模力挺好的 炒通關消息 炒經濟復甦復償 但3月份的時候就爆了一些 關於地區性銀行外圍方面 地區性銀行的爆煲事件 例如Credit Street等 都說要爆煲 都出現危機 這些銀行性的危機 又再次出現的時候 亦都引發市場一種恐懼 我們似乎港股都頗慘 這邊有個好消息 那邊就有個浪蓋起來 到4、5月份 我們等到這些3月份的時候 銀行業的問題 似乎略為好像平息了 未解決 但4、5月的時候 我們又有一些消息 擔心內地的經濟 黃金州 外圍方面 亦都有加息的問題 到5月份的時候 應該差不多 加息週期完結了 原來6月份都未過 我們已經很明顯看到 白威爾剛剛說 有持續加息的可能性 好像我們整體 短短分兩分鐘 好像整個金融大使 當然就不止是這麼少 但上半年都真的好像 這邊就給糖尼 右邊又打了一巴掌 港股都很難解僱 港股絕對同意 過去這半年是難解僱 甚至整體表現來說 都比較一般 我想除了有時做一巴掌 其實網路上 我想最主要是 和大家本身年初的預期 有多大的差距 因為本身年初 本身今年回來 大部份都是向好那邊 想多一些 就是港股 因為始終去年已經夠差 但是再加上本身 今年炒住一個 即是內地復上 通關的憧憬 覺得今年的全年 都會炒住這所謂的好東西 但結果就是炒了一季 就是我所說的 亦都令到 暫時年初 見過高位兩萬兩千七之後 其實就沒有再見過高位了 因為之後就不斷 有其他因素影響著 譬如我所說 銀行業的危機 即美國那邊 連帶來之後 又看到內地經濟 就似乎沒有預期中那麼強 又數位上方慢慢下來 又人民幣又弱 連帶來真的 我所說的 加息那件事 到現在仍在發生著 而且還有機會 可能再加多兩次 所以就似乎 跟原本預期 比較大的落差 令到恆子在年初 衝完上去之後 其實不斷地修正下來 所以修正到大概近 這個月 上個月尾 大概萬八邊 就見到初步的低位了 我覺得暫時來說 應該萬八這些位 都頂得到 因為始終 剛才說實際 就有個差距修正 但是修正完呢 其實恆子下去 大概 就是過去這幾年 交換的 PE 可能約八倍 接近九倍 至十倍 其實就正是對應 接近萬八至兩萬邊附近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 這些位置 會是初步都有些承接的 但是要看看 可能經歷了 過去這半年 比較大的落差之後 究竟下個半年是如何呢 這個也是一個關鍵 所以變相 你看到 隨著這麼大的落差之下 不要說剛才數了這些因素 我想你過去這半年 不要說過這半年 過去兩三年 其實我看見港股的成交 都縮得很厲害 其實這也是反映 大家先沒有任何入市意欲 沒有入市意欲 但是你見到 股市一路一路向下沉的時候 有不少高估值的股份 其實你不要說 一些板塊 其實你只是說恆子 現在都已經去到單位數字 好像八倍、九倍 以往我們一向都這樣說 八倍、九倍的恆子 很划算 但現在不是 看不到入市意欲 是呀 我想最主要都是沒有一個催化 或者這麼說 因為 你本身只看九倍的恆子PE 好像很低 特別是你所謂對比 可能美股 或者其他股市 每個人都二十幾三十倍 九倍絕對低 但問題就是 因為過去這幾年 港股的氣氛整體都不是特別好 所以其實交易極 剛才提到的 借近九倍 就是八倍多至十倍左右 是一個比較窄的區間 雖然成就去到九倍或者十倍左右 其實大家覺得都已經不吸引了 所以就沒有要再追上去 所以接下來另一個因素要看 就是究竟股值有沒有上調 譬如可能就是 到現在的十倍可能是兩萬點的 但是會不會上調之後 遲些的十倍是兩萬一、兩萬二呢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就有條件是稍為做好一點 但是這個要等的 可能特別是等業績期 看看有沒有機會 做一個重新向上調的股值引須 股市就歸股市 經濟方面我們都看到 開始是復常 但是其實有很多都看回 還未去到疫情之前的經濟狀況 其實為什麼要說經濟呢 因為都很影響 港股企業盈利 你怎麼看 因為未來又會有一些業績 將會公佈 你怎麼看呢 譬如這些企業 他們零營零能力 其實都確實是影響股市 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是的 我想很多行業 像你所說 過去這半年左右 就算是復蘇復償 但的確都還未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譬如最直接可能倒股 你見到賭收 就算是可能有很強的增長 但是從壓度上說還未回到疫情前 2019年的高位 我想最主要的一點就是 就是這個例子 我想最主要的一點就是 整個消費模式的改變 那你過了幾年有些不同 所以這一點呢 我想令到很多的企業 其實要追回幾年前的盈利水平 其實暫時都是難一點 所以很多板塊的估值 其實都未必是量回到之前那樣高 只不過可能透過今次來的中期業績 看看有沒有機會扯高一點點 也不是說希望回到12、3倍成的 恆指PE那樣高 但是可能扯高一點 令到現在這些位置都覺得比較吸引一些 起碼有少許上網空間 而且市場上的交投淡靜 不單止是那個情況 其實連IPO都很淡靜 對港交所來說其實都沒有什麼位 沒有什麼利好因素 那的確會所謂差一點 因為其實你說港交所 我想幾樣東西 就是好不好就絕對是市的氣氛 成交夠不夠 IPO或者沒有什麼趨勞 那初步來數這幾年的暫時都不是太多 就是你過去這半年的市場 成交又有很韌下的 特別是這兩個多月 那對於港交所一定沒有什麼推動 以來可能是新股 有上市的 但是不是什麼大隻 還有不是很旺場 也不是說很吸到眼球 那所以幾樣東西來講 對於港交所 我想真的不會有太多的幫助 那所以現階段 就是做什麼人 30多倍的PE絕對不是低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 對於他的看法 暫時都是比較審慎 可能同一件事一樣 要等待之後 有沒有整體股值上調 有沒有政策的憧憬 這些如果有的 那到時才對港交所 有更多的正面推動 否則我想暫時在這些位置 可能先反覆著 嗯 因為根據最新的一些數據 叫The Logic 它的數據顯示 其實都有多少印尼市場的IPO上市 現在好像比香港還活躍 根據斑馬威IPO市場報告 今年第一季 港交所的集資額 就是9億美金左右 在全球交易所排名當中是第五的 而當時印尼的交易所未超越過港交所 但很快港交所的排名已經跌到全球第六位 如果你現在看回全球首季的IPO集資排名 頭一、二位都是內地的 上交所和深交所 第三位是阿波集比交易所 第四位是NASDAB 而第五位是印尼牙加達的交易所 集資額有21億美金 但港交所跌到第六位 集資額只有9億美金 所以如果我們去看的話 第一就是看股市 可能是一口死水 可能大家都未必會願意過來 真的要搞活那個市場 但好像我們在6月的時候 都出了人民幣相櫃桌的制度 那會否真的可以搞活市場 稍後回來和Rofy一起聊 好 回到繼續問盤的時間 今天繼續有中美政協研究部的董事 就是王偉豪、Rofy在這裡 亦有Christine 林素敏 剛才有說過港交所 其實在上半年裏面 我覺得也有一個很大的 在股市上的事件發生 就是人民幣相櫃桌 其實這也是對市場的資金池來講 人民幣的資金池來講 都是一個利好的影響 當然如果你出了一個制度出來的時候 不會說一步到位 我也想看看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勸商是否擁有弱 暫時說真的 這個反應就不算真的特別活躍的 當然都非常同意你講 其實從那個方向上看是好的 就是因為無論你從人民幣 國際化的因素也好 或者是從生意國 多一點錢來香港也好 一定有這個的吸引性在這裡 但是真的會是很長線的一個方向 就是我想一來初步 一定不會馬上收到這個效果 因為暫時都只有24隻有這個雙櫃桌 甚至乎你看到開通完這大概一個多星期左右 其實過程交通都不算非常活躍 這個也是很典型初步一些新的 出來那一刻的反應 比如好像前幾年開始互聯互通的時間 就是講那些新互通互通 其實初期都不是很活躍 但是去到今時今日就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所以我想都需要一些時間 南保可能幾年後真的有相對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些不是說對港間鎖利淡 絕對是一個利好 但是就變成一個很長線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 大家會不會真的透過有商位台而去賣港間鎖 我想即時的推動性來說就不算太大 即是說回下半年的走勢 剛才所說的因素 會不會有某部份都帶進去 例如像加息一樣 這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又或者在內地方面 這個加息也不知道是好還是壞 因為我覺得影響性已經開始慢慢減退了 但另一個好消息會不會令股市更好呢 就是我們4月5月就說擔心內地經濟的情況 現在看到內地也很積極推動內需 我們聽了很多 希望一兩單是可以落實到的 例如一些優惠政策 怎樣去刺激經濟的一些措施 從而都幫助打起股市 是呀 我想下半年暫時 因素應該都是圍繞剛才所說的幾個方向 一來都是看著息口和經濟的變化 外地也會繼續是經濟的情況 和政策的因素 所以基本上應該沒有太大轉變 但是當然了 突然間有些新的東西就難說了 因為好像過去這半年都沒有猜過 美國突然間銀行危機出現 都影響過一陣子 所以這些突然間出現的因素就暫時難猜一些 但是初步來說 我想大部分都是這兩大主要的因素 如果從看法上說 對於港股我覺得有機會落觀一點點的 下半年 因為一來其實美國那邊 我想現在大家都幾大預期了 最多加了兩次 除非有什麼變卦 突然間的通脹又下不了 又令人再加 這些就重新有過的計數 但是否則我想現在都 趕了開口牌會加兩次了 其實就不會很大的影響 還有美國那邊的經濟暫時 都還是OK 似乎慢慢實現到軟墜落的機會性 比較大 所以對於港股的拖累 我想就不是那麼明顯 反觀內地 內地雖然經濟狀況是正在走 也都看到過一段時間 不是太多政策真的出來 可能只是減國合適 兼且減息的力度 大家都覺得不夠了 但是我覺得下半年 特別是七月份回來 有一個憧憬 就是因為內地會開過中間政治局會議 大概七月尾到 很多時候都會在這些會議之後 才出政策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那個機會還是大 還有現在內地經濟的狀況 逐點說不出都不行 所以我覺得憧憬是會有的 所以如果但出來是有 兼且大家到時解讀得是覺得有效的 當然有沒有效很重要 就是覺得有效的話 對於股市其實我想有一個提振 連帶來剛才提到 譬如到七月中後段 開始港股的中期業積期出來 如果有個保值上調 我想如果幾樣東西 如果真的向好這邊走的話 其實要扯高一點的港股 我覺得這個機會仍然存在 所以不算太淡 但可能要再等一等 是的 我們遺漏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它不是突然而來發生的 是發生了好幾年的 中美角力的問題 在上半年的時候 又再次延點出來 而且開始有點緊張 緊張之後又略為緩和了 中美貿易其實都頗影響中概股 你怎麼看呢 股值就真的很便宜了 但仍然都有一些很大很大卡住 我想我們下半年都不是說下半年的因素 或者上半年的因素等等 這是一個持續了幾年的事件 絕對是 中美就沒有辦法了 接下來都繼續保持著 因為第一第二大經濟體 一定會困的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避免 只不過問題就是 看看變化是怎樣 譬如我們說過這半年 曾經因為年初一些氣球事件 兩邊又僵掛 原本說建又不建 但是到了之後六月份 至少布林肯都放到去到內地 就叫做初步小破冰 那現在就在全七月份 可能耶倫又會去內地 那盼著 如果你說兩邊 起碼都保持著 有些官員是這樣 肯見面 兼且那個氣氛又不是很僵的 我覺得對這個事就不是特別淡的 但是當然了 如果突然間又是有些收緊 或者兩邊有互相制裁動作的 那自然一定會對股市有影響 所以你說中概略股份 沒錯同意的 全部這些股值都是便宜的 但是因為這堆都很多時候 還在那些風冷裏面 所以我覺得整體都可能會 比較偏審慎一點 可能跌到上一旦便宜才會炒轉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一個很大價格 那始終看來就暫時不是先 對於科技類股份 你的看法在下半年是怎樣 還有股市方面我們的走勢會是怎樣 科技類股份的看法 我想都是一個上落格局 我覺得維持下跌到差不多 股值有點低 例如低於北均值以下 會有資金追回去 但是可能炒到均值附近 就會上回 所以大體上都是 所以大體上都是一個上落格局為主 就不是說一些大勝 特別是做二年的高估值 就暫時不用打算 所以都是這樣的看法 而你說行之來說 正如剛才所說 初步還是圍繞到萬八至兩萬邊 如果剛才所說的估值 政策真的向好那邊 二年就有個修正向上 我覺得其實年底的目標 我想大概兩萬一千五至兩萬二 其實還有機會 因為到時候 我想那些位置才是 比較合理的小小估值 但是初步來看 就先看著萬八至兩萬邊 是 還有一點時間 說說 既然科技類股份 這麼重的分量 都只能夠維持上落格局 那麼下半年 我們有什麼 有潛力一點的板塊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說 講真潛力股 或者不要說潛力 講股可能也未必是 潛力的 但是比較提得樂觀一點的板塊 都是一些政策相關的 因為我想大部分都是 招待內地的政策 而政策 我想兩大個行業一定會做的 內房和車 但是當然 內房大家一定聽到會覺得 選內房 沒錯這個板塊 如果選下去 是會比較 可能偏高風險一點點 因為始終波動性一定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我相信政策面 一定是會 在這個行業裡面 因為你搞得到這個行業 其實內地經濟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它是千年甚廣 所以我覺得內房可以博 但是會比較傾向 如果選擇的都是一些大隻的國企央企 而車我想都是 因為都是佔一個最主要的行業之一 但是要看看之後的政策 所以暫時如果想的 讓阿迪和你 想為當中比較好的選擇 好了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也結束了上半年的節目 祝各位假期愉快 我們下半年開始 即是7月開始第一個9月日 我們到時再見 拜拜 謝謝Rofy 拜拜